好 接下来我们看主题三 三角笔的性质 那首先我们看正旋定理 在坐标平面上 如果有一个任意三角形 那事实上这个三角形的形状呢 它可以是锐角 可以是直角 可以是顿角 这个基本上应该是没有问题 那我如果要求这个三角形的面积 比如说我们习惯会用 脚A的对边是A 脚B的对边是B 脚C的对边是C 来表示它 那三角形的面积呢 是顶乘以高除以2 所以我如果是做这个高的话 好 这个高叫做H 那三角形的面积呢 它应该就是2分之1乘上A乘上H 可是呢 我利用三角笔呢 把这个面积方式把它转换成我利用角度的方式来表示 所以它是2分之1乘上A乘上H呢 H就是以左边这个三角形来看的话 你可以把它写成C乘上Sin B 我把这个高呢 用三角笔来表示 所以就把它转换成边长跟角度的一个关系 这个是三角形的面积 那当然你也可以看右半边这个 这个直角三角形 它就可以把它写成2分之1 好 如果我们是看右边这个三角形的话 你也可以把它写成D 层上Sin C 那因为你高坐在不同的位置 那它转换出来的角度当然就会不一样 所以我们大概就可以得到 第一个三角形的面积公式 好 那我们可以这样记 如果你知道两个边的长度 还有它的夹角 那我就可以求出三角形的面积 好 这是三角形面积的第一个 那由这个三角形的面积呢 我们就可以推广出来正弦定理 好 那正弦定理呢 我们来看第一个部分 我们三角形的面积 它是1 2分之1 AB3C 等于2分之1 B3A 等于2分之1 CA3B 好 那我把这个 2分之1 通通约掉 然后因为这个ADC呢 代表三角形的三个边长 所以我如果在这个地方呢 在这个等式里面我同除以 ABC 因为ABC代表边长嘛 它不会是0 所以我同除以ABC的话 我就可以得到 3ABC除以C 就等于3A 除以A 就等于 3B 除以B 那我把这个边倒一下 其实正弦定理 你要这样记 或是按照我们黑板上面这样的表示方法 其实都可以 我再把它转换过来 应该就可以得到我们黑板上面写的 OK 这是第一个步骤 那第二个步骤 因为我要证明这个边角关系呢 它会等于 这个比值呢 刚好会等于 外接远半径的两倍 也就是说 它刚好会等于 外接远的直径 那这个比值 好 比如说我们大概分成三个部分 比如说它是锐角三角形的话 那锐角三角形 它的外星 因为外接远嘛 它的外星 应该是在三角形的内部 那如果是直角三角形的话 它的外星呢 应该是在斜边中点上 那如果它是顿角三角形的话 它的外星应该是在外部 这个是外星 OK 那角A角B角C的对边分别是ABC 好 我们以一般的情况 比如说我们以锐角三角形来看好了 那你要证明这个性质呢 因为它跟三角比有关嘛 那锐角三角比的话 那事实上我们就把它变成 直角三角形的形式 所以呢我通过这个外接远的圆心呢 把它做直径 这个AC'是通过圆心的直径 那对这个三角形来讲 等弧对等圆周角应该没问题 所以如果说这个角C对的这个AB弧呢 这个角度是细它的话 那么这个C'呢 它所对应的这个角度应该也是 因为它是对AB弧嘛 所以应该也是细它 换句话说 这两个角度它应该是一样的 因此呢 我如果今天要求3C 第一个图形 3C 它应该就是3C卡 因为这两个角度一样 那3C卡因为它是直角三角形 所以它是斜边分支对边 那斜边分支对边 这个斜边呢 就是2R 那对边呢 就是C 因此呢 我如果 取这个条件 我们就可以得到C比三三C 应该就会等于2 那有了这个条件之后呢 再配合上面这个条件 我们就可以得到正弦定理 那同学当然可以试看看 如果它是直角三角形 如果它是顿角三角形 那这个正弦定理 它有没有符合任意三角形的一个情况 那这个答案是肯定的 那另外这两种情况呢 同学可以试着推荐看看 OK 好 再来我们看余弦定理 余弦定理呢 它又称为网易的必试定理 我们如果说从公式来看的话 你看哦 A平方就等于B平方加C平方 减掉2BCcosA 看起来有点像必试定理的那个形式 不过必试定理呢 一般我们是用在直角三角形 所以如果说三角形的一些情况 比如说它可能是锐角啦 可能是直角啦 可能是顿角啦 像这个直角三角形的部分 那因为cos90度是0嘛 所以它就是A平方等于B平方加C平方 所以这个余弦定理呢 我们可以称它叫做广义的必试定理 好那这个余弦定理的关系 我们也是一样举其中一个例子来看 比如说我们举一般锐角三角形的情况 那锐角三角形的情况呢 我如果做一个高 如果说这个高叫做H的话 那同学看一下 这个BH这个长度 如这个图一 BH这个长度 应该就是C乘上cos的B 利用三角比嘛 那我这个高做下来之后呢 因为这个BH的长度是A 所以CH的长度 我应该就可以求出来了 它应该是A呢 减掉CcosB OK 这个只是一般我们说长度的一个验算而已 好 那我们如果说看这个 右边这个直角三角形 右边这个直角三角形 那同样的 我如果做了这个高呢 这个AH呢 它应该就是C乘上cosB 因为它是斜边分之对边嘛 C乘上cosB 所以我如果看右边的这个三角形 AHC当中 因为它就符合所谓的意思定理嘛 这个B平方呢 应该就会等于 AH的平方 加上CH的平方 好 那这个AH呢 我把它带进来 它就是C乘上sineB的平方 然后加上这个CH呢 我用这一段把它带进来 这个是A减掉CcosB的平方 那我如果把右边这个式子把它展开 我们应该就可以得到我们余选定理的一个形式 那这个余选定理 它应该因为跌脚关系嘛 它应该有三种表示方法 比如说A平方就等于B平方加C平方 右边这个式子 好 把它展开哦 这边是C平方sine平方 这里有一个C平方cos平方 好 我们把它写下来 C平方sine平方 加上C平方cos平方 然后这边有一个2AC 多是减的 然后呢 还有一个A平方 右边这个地方展开应该变成这样子 好 那这个可以不用括号 把这个括号去掉 这两个 那因为C平方平出来之后 三一平方加cos平方 照平方关系 三一平方加cos平方应该是1 那这个A平方我放前面 所以我就可以得到 这个是C平方 然后这个是A平方 然后减掉2ACcos平方 好 那这个结果我们就正出来了 那同样的如果说你是做不同的高 比如说你过B做高 过C做高 应该就可以得到不同形式的余弦定理 那这个是三角形 G角关系里面很重要的两个定理 刚刚讲的正弦定理 还有现在提的余弦定理 好 最后呢 我们来看余弦定理的一个应用 讲义的第四个重点 他有提到所谓的中线定理 那事实上这个中线定理呢 他是由余弦定理推广出来的 好 假设有一个三角形 ABC 那如果说这个M呢 是BC线段这个边的终点 然后呢 他会满足这样的一个情况 他说AB线段的平方 AB的平方加上AC的平方 就会等于两倍的中线的平方 加上MB的平方 这个叫做中线定理 那这个证明呢 我稍微提一下就好了 你如果假设这两个三角形 这个AMC跟AMB 这两个三角形 如果你假设这个角度是细塔 左边这个角度就是180度减细塔 那我们利用余弦定理呢 跟广义角的一些性质 我们就可以导出这个公式 那这个就叫做中线定理 好 那余弦定理的另外一个应用呢 他可以拿来判断三角形的形状 有些题目呢 他给了一些比如说边角关系 然后让我们去判断三角形的形状 比如说他是锐角三角形啊 直角三角形啊 还是顿角三角形 那我们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 我如果图形像这样的话 那他应该就是一个锐角三角形吧 这是一个锐角三角形 那角A的对边A 角B的对边B 角C的对边C 那如果按照我们余弦定理的话 你看这个A平方 是不是就等于B平方加C平方 减掉2BCcosA OK 那如果说角A是锐角的话 比如说这个角A是锐角 那这个值呢 应该就是一个正数 换句话说 换句话说 B平方加C平方 因为这个A平方呢 是B平方加C平方 减掉一个正数嘛 因为这个BC一定是正的 减掉一个正数 所以呢 我如果把这个角度省略掉的话 我们应该可以得到这个A平方呢 应该会小于B平方加C平方 因为A平方等于B平方加C平方 减掉一个正数嘛 所以这个A平方呢 当然就会小于B平方加C平方 那如果满足A平方 小于B平方加C平方 我只能看断说 这个角A是锐角哦 角A如果是锐角的话 那这个三角形 它是不是锐角三角形 不一定 因为如果是锐角三角形的话 它必须要三个角度都是锐角 这个地方同学在判断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一下 好 那同理呢 如果它是直角三角形的话 这个地方就是零啊 所以如果是A平方 等于B平方加C平方 那我们就说 这个角A呢 它应该就是直角 那如果角A是直角的话 那当然它就是直角三角形啦 好 如果说这个角A是顿角 那角A是顿角的话 这个cosA这个值就是负的了 那负负得正 所以A平方就等于B平方加C平方 加上一个正数 因此呢 这个A平方就会大于B平方加上C平方 这个角A是顿角 那一个三角形 最多就是一个顿角嘛 它不可能有两个顿角 所以当我判断某一个角度 它是顿角的时候 我大概就可以说 它是顿角三角形 好 这个是余弦定理的一个应用 好 我们来看一个正弦定理的一个办例 它说角A比角B比角C呢 是1比2比3 那 这边有三个小题 第一小题它要求A比B比C等于多少 那这个ABC呢 应该是角A角B角C的对边场 这个题目里面它有说明 然后重点是这个角A比角B比角C 它是1比2比3 那我们从这个地方呢 应该可以把这个三角形的角度呢 把它求出来 因为三角形的内角合是180度嘛 好 那第二小题呢 它说如果三角形ABC呢 其中有一段是12 那我要求这个三角形ABC的外接远半径等多少 然后顺便要求三角形的面积 好 那我们从这个地方开始 我假设这个角A叫做X 然后角B呢 应该就是2X 角C呢 应该就是3X 因为它是1比2比3 那三角形的内角合 应该是180度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这个X呢 应该就是30度 换句话说 即使这个三角形 它应该是30度 60度 90度的直角三角形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的形状呢 角A应该是最小的哦 比如说这个是角A 角A是30度 那角B的话应该是60度 角C是90度 所以它的三个边长比呢 应该是1比更好3比2啦 所以我们说 所以我们说A比B比C 应该就是sinA 比上sinB 比上sinC 好 sinA呢 这是330度 它是1分之2 那这边sin60度是2分之3 sin90度是1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 它应该就是1比更好3 好 这是一个正权定理 边角关系的一个应用 好 那第二小题它说 如果B C的长度是12 那按照我们这个题目 因为它的三个边长比 都已经求出来了嘛 所以呢 这个地方应该是12分号3 然后这个地方应该是24 1比更好3比2 因此我可以求出 三角形的面积 至少三个边长应该都可以求出来 好 那三角形的外接远半径呢 第二小题 比如说 这个叫A好了 好 A比上sinA 应该就是2R 所以A呢 是12 sinA是2分之1 所以这个2R呢 应该就是 A是12 然后这个是2分之1 所以这个是24 所以外接远的半径呢 应该就是12 好 那三角形的面积应该就没有问题 OK 好 再来我们看正权定理的另外一个办理 这个题目是我们示范考试考出来的一个题目 我们看题目它说 假设三角形ABC 它是一个锐角三角形 然后呢 BC线段 它的长度叫做A 然后它说 sinA呢 就等于2A乘上sinB 那如果外接远的半径等于6分之3 那么它要求脚B的度数 它要求脚B的度数 那因为有外接远半径 有这个边角关系 所以大概这个题目应该就是用正权定理来处理 好 那正权定理要注意的是 它给的这个条件里面 给的这个条件你看哦 sinA 我如果把这个A把它移过去 sinA呢 比上A 就会等于2倍的sinB 一般我们讲说正权定理 A比上sinA 就等于B比上sinB 等于C比上sinC 就等于2R 所以这个地方有一点颠倒过来哦 因为当你把这个地方颠倒的时候 这个地方应该也要颠倒 所以它会变成倒数 因此呢 这个应该就是2R分之1 这个地方要特别注意一下 所以呢 好 我们从这个地方 因为它外接远的半径是6分之根号3 所以我把6分之根号3带进来的话 这边会变成3分之根号3分之1 这个题目大概在考同学的细心程度 我们正权定理呢 你要能够把它倒数 把它转换过来 好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把它倒数一下 它变成根号3分之3 所以算出来的值呢 应该就是根号3 所以呢 我可以得到右边这个关系是 这个sinB呢 应该就是2分之根号3 那题目它已经有讲说 三角形ABC是锐角三角形 所以这个角B呢 应该就是60度 OK 因为它有讲锐角三角形 如果它没有讲锐角三角形的话 这个题目应该可能会有两个答案 一个是60度 一个是120度 不过同学注意一下 这个题目应该是单选0 所以角B呢 应该就是60度 好 我们再来看余弦定理的办例 它说有一个圆内接四边形 ABCD 好 圆内接四边形 然后呢 它告诉我们这四个边长 它说AB的长度是5根号2 BC的长度5根号2 C珠的长度呢 2根号5 A珠的长度4根号5 好 那么它要求B珠的长度等于多少 那第二个它要求外接远的半径 那要求外接远的半径呢 大概又会用到正选定理 OK 好 那我们看一下 圆内接四边形有一个性质 它的对角会互补 对角会互补 因为它所对的弧呢 两个加起来刚好是360度嘛 那圆周角是所对弧长 所对弧度的一半 所以呢 这两个角度 角A跟角C 这两个加起来呢 应该是180度 所以我如果假设这个是细塔的话 那这个角度呢 应该就是180度 减掉细塔 好 这个应该是同学要理解的一个观念 圆内接四边形对角互补 好那因此呢 我们就可以利用余弦电理 因为这两个角度呢 我可以用三脚底的互换公式呢 把它转换过来 所以我们看B珠的长度 平方余弦电理哦 那应该就是五根号二的平方 加上四根号五的平方 减掉两倍的五根号二 乘四根号五 乘以コーサン系塔 我看上面三角形AB珠 它有这样的一个关系 那同理呢 如果你看下半部这个三角形的话 它应该是五根号二的平方 加上二根号五的平方 减掉二乘上五根号二 乘上二根号五 乘上コーサン的180度 减掉细塔 那这两个方程式呢 你要把它连结在一起呢 关键在这个地方 一个是コーサン系塔 一个是コーサン的180度减细塔 那按照我们三角比的互换公式 这个コーサン的180度减细塔 第二项线コーサン是负的单变双不变 它是负的コーサン系塔 所以呢我可以把这个地方变成负的コーサン系塔 那当我这边变成负的コーサン系塔之后呢 这个地方应该就是加的嘛 所以呢我们大概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关系是 我把可以约掉的部分 注意哦这两个是直相的 不过这个地方要改成加号 这个地方改成加号 好那前面这个部分呢 应该是相同的 我可以把它约掉 那这边4更号5的平方是16乘以5 所以它是80 然后减掉这两个相乘 这边是2040 减掉40更号10 更号2乘以更号5是更号10 然后乘上コーサン系塔 就等于好这里的平方 4乘以5 20 这个地方变成加的 那这边是20 乘上更号10 减掉コーサン系塔 本来这个地方是简的 那因为这个地方是负的コーサン系塔 所以它变成加 好那我把这个稍微移向一下 因为这个移过去的话是60 那这个移向过来呢 变成60更号10的 コーサン系塔呢 就等于60 所以我可以得到 コーサン系塔呢 应该是更号10分之1 那我把这个コーサン系塔 等于更号10分之1 把它带入原来的式子里面 我应该就可以求出 1珠的平方 所以呢 1珠的平方 应该就等于 好这一个就是50 10加上80 减掉 这里呢是40 因为接下来它要求外接源的半径嘛 那这个外接源呢 它是三角形AB珠的外接源 当然也是三角形BC珠的外接源 所以不管你取哪一个三角形 应该都可以啦 那因为我算出这边 cos系塔是更号10分之1嘛 所以我取上面的那个三角形 这个系塔就是角A 所以 我们从这个地方呢 可以得到 因为cos系塔是更号10分之1 所以3系塔呢 它应该就是更号10分之3 所以这个系塔呢 因为这个系塔应该是锐角 因为cos系塔是正的 所以我们用直角三角比 应该就可以把它求出来 应该就可以把它求出来 这个三系塔是更号10分之3 因此呢 我如果用正弦定理的话 在三角形AB珠当中 好这个AN就是B珠的长度 B珠的长度 比上sin系塔 应该就是2 那这个B珠的长度是3 更号10 然后sin系塔是更号10分之3 那我们就可以求出外接源的半径 OK 好 我们来看一个 虞弦定理的一个应用 题目它说 下列哪些条件 可以让三角形ABC 是一个顿角三角形 如果它是顿角三角形的话 那只要它有一个角度 是大于90度就好了 这个是顿角三角形 然后顿角三角形呢 那个最大边的平方 它要大于两个小边的平方核 这个是虞弦定理的一个应用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下面的这五个选项 第一个它说 如果三个边长是四五八 那这会不会是一个顿角三角形呢 我们来检验一下 8的平方呢 这个是六十四 然后4的平方 加上5的平方 这个加起来是25加16是41 最大边的平方 最大边的平方 大于两个小边的平方核 所以这个应该就是一个顿角三角形 所以第一个选项 这个应该是对的 那第二个选项 它说 sinA比sinB比sinC 是3比4比5 那3比4比5的话 按照我们的正旋定理 因为sinA比sinB比sinC 就是A比B比C 所以它是3比4比5 那这个很明显的 它应该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因为5的平方 就等于3的平方加4的平方 所以这个是直角三角形 所以第二个选项应该是错的 那第三个选项呢 跟第二个选项类似 好 因为3A比3B比3C 是2比3比4 所以A比B比C呢 是2比3比4 那4的平方 会大于2的平方 加上3的平方 所以它应该也是一个顿角三角形 顿角三角形 好 第四个跟第五个呢 大概跟特别角有关 我们来看一下它说 如果3A等于3B等于3AC 等于2分之根号3 那这个三角形它会是顿角三角形吗 3A几度会等于2分之根号3 应该是360度 对这个三角形来讲 因为它可能是360度 当然也有可能是120度 那有没有可能两个60度 一个120度 也不可能 因此呢 因此呢 第四个选项 这个三角形A B C呢 应该是正三角形 那应该是正三角形 因为三个角度都是60度 这个应该是符合这个条件 所以第四个选项 应该是错的 好 那第五个选项呢 它说3A跟3B等于2分之1 然后3C呢 是2分之根号3 好我们检验一下 330度是2分之1 那3150度也是2分之1啊 所以有没有可能一个30度 一个150度 因为这样子加起来 你再加上这个角C的话 应该也超过 应该超过180度了 所以前面的部分呢 应该角A跟角B呢 应该都是30度 这个才有可能 那如果3C等于2分之根号3的话 因为这个角C呢 它有可能是60度 也有可能是120度 那如果再搭配我们前面这个角A 角B是30度的话 那这个角C呢 是120度 那这个符合我们三角形的内角合 刚好是180度 因此呢 第五个选项 这个也是顿角三角形 好 所以这个题目呢 答案是135